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難道那死鬼蛋信出賣我 秘密, 好, 給你機會, 說 來 其實鬼公... 姑娘, 小心 李宗盛, 你來得正確 這個公公的身分好又可疑 他還說甚麼大秘密 剛才有個貴什麼 不是歸咬於你大暗淨身 剩得不乾淨 跟她的公女搞在一起 是不是 是, 鬼公公 怪不得她古怪怪的 定得不乾淨, 是不是 好, 讓我替你定乾淨 是,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 身上有毒 碰到也不碰 跟你搞在一起的公女 全部死了 因為全身鬼爛 糟了, 那我怎麼辦 我會死的 那你不用怕... 頂頂不要那麼頂 我已經用體鑼藥了 只要回去開水浸一個時辰 還有七天七夜 都沒有出這個房子, 沒出風 那你就沒事了 不要出這個房子, 沒出風 好...給我帶走你自己 糟了, 糟了, 糟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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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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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糟了, 糟了, 糟了 糟了 怎麼會這樣?那些刺客呢 你還猛? 這次糟了 原來那個董公公 是太后派他來救了那些刺客 他用蒙賀藥將他迷倒 殺了三個太監 就放走了那些刺客 怎麼會這樣 張大哥 多總管是不是曾經吩咐過你 叫你暗中放走那些刺客 是, 多總管的確曾經吩咐過我 就叫我放走那些刺客 他說是皇上的物子 目的就是想引那個主謀出來 那他有沒有手遇給你 沒有, 公公, 你的意思是… 不要緊, 你看, 現在那些刺客 全都自己走了, 不關我的事 不關你的事 對, 你三個刺客放在這裡 看守刺客現在走了, 不關你的事 糟了… 這次我這個戶頭實斬下來也行 我還懷孕了, 為甚麼 鬼公公, 你要想辦法救我 張大哥 是呀 真騰雞, 辦法不是沒有的 你起來吧 那有甚麼辦法, 貴公公 是 我們可以把這件事 向太后派來的四個太監身上推 說他們用蒙漢藥把我們迷倒 然後殺了三個太監 然後放走了一刺客 那就沒事了 可是如果皇上怪罪小人呢 皇上知道這件事是太后分副人做的話 他就不會追究了, 你也明白 是呀, 貴公公果然足智多謀 謝謝貴公公... 在下生平有一個願望 是想見一見天下文明的陳總台主 今天得上所願, 在下非常敬佩 這位一定是柳老英雄 不敢不敢 成夢抬舉在下愧不敢當, 請坐 請 請 請 陳總台主, 請問貴會的偉鄉主在這裡 在下要親自向他道謝 偉鄉主要大恩大德 穆皇府上下銘記於心, 感激萬分 小徒何德何能 穆小公, 你太抬舉了 總台主, 在下師徒和吳師弟的生命 是偉鄉主託朋友所救的 偉鄉主疑迫雲天, 又容又謀 在下非常敬佩 前兄弟 是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回稟總台主, 這件事是這樣的 偉鄉主委託貴公公 在宮中把這幾位救了出來 今天知道總台主回來 特地要我引路跟你相見 並且向偉鄉主當面道謝 是呀, 陳總台主 偉鄉主對我們恩高而厚 所以特地親身來向他道謝 不知道他在甚麼呢 大家太客氣了 閉會和木王府同氣連枝 自己人有難 出手相助是理所當然之事 算得甚麼恩義 小寶是在下徒弟, 小不耕事 不過對於義氣這個字 他也看得極重 既然大家是好朋友 雖然這件事關係重大 但是在下也不想欺瞞 小圖就是貴公公 小寶, 你出來 木小公爺, 柳老英雄, 吳大叔 在下在宮中未能說出身份 希望兩位前輩不要見慣 身處險境, 自當如此 先前我還跟師兄提起 這位貴公公辦事乾淨利落 膽識過人 應該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原來貴會的鄉主難怪, 難怪 兄太過獎了, 小圖愧不敢當 陳總陀主不愧英雄蓋世 一手創立的天地會聞名天下 連所收的徒弟也非常能幹 在下非常敬佩 他日趕走韃子, 朱五太子登基 承相一職, 非陳總陀主莫屬 在下無德無能, 豈敢居此高位 柳老英雄, 將來趕走韃子 朱三太子登極為帝, 忠興大名 兵馬大人碎一職, 非老人家莫屬 你說甚麼?甚麼朱三太子 龍武天子殉國, 堂王留下朱三太子 目前行功留在台灣 他日還我何三 朱三太子自然正位為君 各位, 天地會救過我們 我們非常感激 可是大名天子正統 萬不能有半點差錯 真命天子是貴王血蕊, 朱五太子 永歷大名正統, 天下戒指, 萬不能亂講 堂王貴王之爭已經死了個白寒重了 現在又來爭辯了? 柳老英雄請息怒 我們當前大使是要召集天下英雄豪傑 共犯滿清 至於將來是朱三太子 還是朱五太子做皇帝 如今言之常在, 我們何必先雙我氣呢 況且大名正統, 將來屬歲 也不是我們一時間可以說得明白 陳總陀主, 你這麼說就錯了 所謂名不正則言不信, 言不信則是難性 沒錯, 我們擁護朱五太子 並不是為了貪圖榮華富貴 只要陳總陀主明白天命所歸 向朱五太子的尊重 我們皇府上下願意尽歸陳總陀主的驅賊 天無異人, 民無異主 台灣數十萬軍民 天地會十數萬弟兄 早已向朱三太子效忠 天下間千千萬萬的黎明百姓都知道 永歷天子在緬甸殉國 是大明最後的皇帝 陳總陀主, 你說甚麼十數萬軍民 十數萬兄弟 是不是又想以多取勝 說甚麼... 大家不要亂來, 聽我說幾句話 永歷陛下殉國, 天人共分 古人說過, 楚衰三胡, 亡秦必楚 更何況我們漢人多過達子百倍 達子勢力衰大 只要我們漢人子孫萬眾一心 何愁不能驅除護路, 還我何山 其實小賢子做皇帝也不錯 牧小公爺, 柳老英雄 我們當前大仇未報 又怎能撕毀唐貴之事而起爭執 今天之計, 我們應該同心合力 殺了吳三貴這個奸賊 跟永歷陛下報仇 跟牧老公爺報仇 沒錯, 我們要殺了吳三貴的賣國賊 至於到底正統屬龍武或是永歷 我們現在無需要爭辯 牧小公爺, 柳老英雄 閉會就跟貴府立一個誓約 假如貴府英雄殺了吳三貴的話 天地會上下都會聽從牧皇府的號令 好, 如果天地會的英雄殺了吳三貴 我們在牧皇府上下都聽從陳總陀主的號令 一言為定 此事就此決定 好, 大丈夫一言忌出, 事馬難追 打予了這麼久, 我們也要離開了 請 請 各位英雄, 請 小公, 我想要盡快找地方搬 萬一達子找到, 你就麻煩了 多謝偉鄉主提點 陳總陀主, 偉鄉主, 各位英雄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小寶, 你跟我進來 小寶 最近你的武功練成怎麼樣?有沒有甚麼問題 師父, 弟子這次是奉了達子皇帝的命令 出宮查探附下的下落 所以我要趕快進宮 甚麼附下 就是前晚王府派人進宮 他們帶給了黑日平西王府自豪的兵 進宮行刺 想說教皇吳三貴 死傷了十幾人 柳老英雄他們就是這樣被宮中侍衛抓了 我還以為他們三個人進宮行刺 所以失手被禁 想不到他們作出這麼大的犧牲 目的就是要嫁禍吳三貴 對了, 小寶 你救了牧王府的人 他會不會懷疑你呢? 放心吧, 師父 我早就安排好了 我找了幾個替陷徒替死鬼 應該不會懷疑到我的 好 遺師這次入京只能逗留一天 明早就離開了 小寶, 你耍幾招給遺師看 我指點一下你, 來 是, 師父 師父, 你幹甚麼 坐下, 給我一手 師父會問我怎麼受傷的 如果是被太后打傷 就要說老皇帝的事 那豈不是對不起小原子 是誰打傷你的 是弟子打探消息的時候 被宮中的高手發現了 然後打了我一掌 為甚麼你不早就告訴我 師父擔心我 這只是小事, 沒關係 小事 你知不知道你所受的傷是可大可小的 會死的, 師父 師父 你所受的傷表面雖然不太重 但是如果不及早醫治的話 短則一年長則兩載 就算救回來 也會根密進斷成為一個廢人 師父 想不到宮中竟然有這樣的高手 幸好你屍及時發覺 要不然... 師父, 那我真的還能救救了 你別說這麼多 你吃了這顆藥丸 之後我教你運功調息治療內傷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好多了, 師父 好, 只要你依照為師教你的方法 繼續服藥調息多幾次 你的內傷就會逐步傳遇了 謝謝師父再次相救 小寶 遺師救你是應該的 只怪師父沒好好教你武功 怎麼會關你的事, 師父 是徒弟沒用 才三番四次被人打傷 我說是我丟了你架差不多 那只要你練得上乘武學 就不怕被人打傷了 師父, 雖然我是個五品太監 可是我孟子也不認識多一個 不如這樣, 你把武功秘笈 畫成功仔給我看 那我就學到蓋世神功了 遺師不懂得畫功仔 而且學武之道是辭之以恆 非一諸一席, 能夠有所成就的 如果你只懂得投機取巧, 練精學難 就算忠理一生也不會練得上乘的武學 是, 徒弟一定用心學 盡量不偷懶 遺師知道你在宮中繁忙, 難以專心 可是你一有時間就要加以練習 將來能幹得上大事 是 遺師將來除了教你武功之外 我一定會教你讀書識字 師父, 不識字不重要 我不識字也能做到首領五品太監 你一個五品太監也算是一個大官 竟然不識字 看來達子的氣數也將進了 師父, 我是青木頭是香主 那豈不是請辭 免得影響天地會的氣數 別亂說 徐兄弟 總舵主, 我的香主 徐兄弟, 你扶他在這兒 讓我看你的香 你們可以出去 是, 聳陀主 少伯, 你出來很久了 為免這大志氣你還是先回到皇宮 師父, 我這次走了 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見到你 遺師也不知道 少伯, 你這次回到皇宮之後 你一定要加倍小心 師父, 江湖險惡, 你自己也要小心點 好, 來 師父, 你有些銀子我們拿去旁邊 不用, 為師行走江湖多年 不用怎麼花錢 你先回去吧 我還要跟徐兄弟的療傷 徐大哥, 不如讓你買些東西補身吧 你放心吧, 我答應過你 一定會叫吳憶雄打給你露一封的腳 幫你出一口氣 為香主, 有心, 謝謝 你好保重, 再見, 師父 請 貴公公, 得到你駕臨寒舍實在逢不生輝 請坐 請坐 對了, 細子 為甚麼不見那天和我突歸的老人家 那個老親兵因為家中有要事 收到家書之後, 今早已經起程回鄉了 是嗎?真可惜, 他的手勢的確一流 我還打算這次給他多吃點東西 真不好意思 不如這樣吧 在下不如在北京城找個全城最好的按摩師 不用了 我這次來是想告訴你消息 是不是有關刺客的消息 沒錯, 皇上起初也不太相信有人教我貴府 但我幾經辛苦才查到刺客所穿的內衣 雖然有貴府去招牌 可是所用的布料全都是京城所產的 皇上才相信的 貴公公, 這次全像你幫忙洗脫弊府的嫌疑 在下和家嚴感激不盡 那你不用這麼客氣 我只是照顧向皇上稟告而已 皇上還傳了口語 叫世子告訴老王爺 以後無必為皇上效力以報效的朝廷地說 是 微臣謹遵皇上教誨 微臣和家嚴定必忠心為恕 為朝廷效力 貴公公, 你這次的大恩大德 在下和家嚴實在粉身難報 我們大家是朋友嘛 你再說甚麼恩德 那就免得太見外了 沒錯, 大恩不言謝 貴公公, 以後你有甚麼差遣 請儘管吩咐 在下定必揭力而為 以報貴公公萬一 好, 時候不早了 我們回去稟告皇上 請 對了, 皇上叫我問世子一件事 你們在雲南是不是有官 叫盧一鋒來京城 沒錯, 他在京中等候叩見皇上 不知道有甚麼事 皇上叫我問世子 你們盧一鋒前幾天酒樓欺壓良民 還用手下打人 不知道到底是誰出的主意 盧一鋒這個狗奴才 他狐假虎威, 假扮虧鬥 楊阿芝 是 你跟小王好好地教訓他 打斷他一隻腳 打斷他一隻腳?那未免... 沒錯, 未免太便宜了 打斷他的雙腳 是, 小王爺 告辭, 請 冰塘葫蘆, 又香又甜, 冰塘葫蘆 走開... 走開... 打死他... 甚麼事 這個都不知道是甚麼年頭 連買冰塘葫蘆也有罪 這兩天都不知道抓了多少個 一定是太后的老劫想殺滅口 原來我回去是不是送人入虎口 不, 都是三十六座走圍上著 不行, 我大小的老婆在皇宮 我走了一定會死的 我不可以丟下他們的 你聽不懂我的話嗎 你說甚麼 再見 桂大哥 桂大哥 是否想念你老公, 我想念你很重要 劉師哥他... 劉師哥, 說起一把火 我差點被他累死了, 知道嗎 那他現在怎麼樣 他只會關心他, 又不叫他關心我的 桂大哥, 師姐不是這個意思 究竟怎麼樣 總之搞得周身矮 幾經風波出了九虎二流之力 是九牛二虎 總之加了羊, 加了豬 全都出來了 真是謝天, 謝地 真是枉你才這麼緊拒 我吩咐他, 叫他不要到處看 他一見公主長得漂亮 就甚麼都忘了 那雙眼就像青光一樣 看公主跌倒了, 不像真是符 方式不是想做符馬嗎 你不用再說劉師哥的壞話 我發過世, 我一生一世都會服侍你的 我會守我的諾言 幹甚麼?你不出家就跟回他 師姐 好了...不要苦瓜哥這麼臉 我帶你們出王宮見你那裡留甚麼州 真的? 平常見你這麼齊 是呀, 那個... 我先把東西拿去 貴公公 誰啊? 我是張康年 張大哥, 找我有事嗎 貴公公, 皇上召見 大家自己兄弟, 你老實跟我說 究竟是不是太后叫你借皇上的意志來召見我 其實就是太后的意志 回貴公公, 其實不是太后借皇上的意志來召見貴公公 而其實就是太后的意志 我不是很明白你說甚麼 但你明明我剛才說甚麼 老老實說, 我也不明白 我再老老實跟你說 究竟是皇上還是太后召見我 小人老實說回貴公公 其實是皇上想召見你 那見到兄弟就一定不斷 是 換衣服再等我一會兒 好啊 小桂子, 你查到那些反賊的主謀嗎 皇上英明 那些反賊的主謀果然是雲南的木家 那你放過那些反賊的過程是怎麼樣 他們不要懷疑你的身份 奴才遵照皇上的吩咐 於是就用蒙漢藥把士衛迷倒 誰知道太后突然派了死的太監 說他即時殺死那些反賊 奴才派去壞大事 於是就在那些反賊面前殺了幾個太監 把他救了出去, 他們對我一點也沒有懷疑 難怪多龍跟朕說 太后派了一個太監討令 去殺了三個太監 還把那些反賊放走 原來全部都是你安排的 小桂子做得很乾淨利落的 皇上, 你千萬不要跟太后說 要不然我命不保 太后已經罵過我一次 他說我只會對皇上盡忠 不懂得對太后盡忠 其實皇上跟太后有甚麼分別 歸根究底 也要等皇上的聖旨才算數 太后他說也不說, 問也不問 就派人去殺死刺客 那也不太合道理 太后他這樣做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對了, 小桂子 你放了那些反賊之後, 然後怎麼樣 他們簡直把我當成大恩人 還說個真話給我聽 是嗎? 是呀, 有一個叫甚麼 甚麼鐵背倉龍柳大雄 有一個不斷擺頭的 叫搖頭獅子吳立身 年輕的叫劉一周 然後他帶我去他們的落腳點 原來我的主謀叫木劍星 是木天波的大兒子 還有那些甚麼...百事相目 甚麼聖守居士 很多, 一時都記不完 你全都看見了 我全都看見了 他們還說天下的百姓 都說皇上是個明君 姓名無比, 是個好皇帝 原來他們入宮不是想刺殺皇上你的 是想陷害吳三貴 以為木天波的大仇 朕剛親政也沒有做過甚麼衛民的任職 他們又怎會還受聖名無比 他們說奧拜是個大奸臣殘害百姓 皇上一親政就將奧拜正法 他還大贊皇上你 看皇上是甚麼鳥生魚湯 說書先生說過 皇帝一聽到這鍋魚湯 就會龍顏大月 看看是不是 瑤信魚湯是不是 你爺爺聽到朕莫名其妙一頭無水 是... 皇上, 究竟甚麼是鳥生魚湯 你還鳥生魚湯 有空多讀書 你也知道了 瑤信魚湯就是古代四位大名大聲 有人得於天下的好皇帝 原鳥生魚湯就是好皇帝 他們也不是不明白事理的 無論如何 好, 這些反賊一定不能逼他們走 多龍 奴才叩見皇上 小貴子 那些反賊的落腳點在哪兒 回皇上, 反賊分別住在楊柳湯 和西坑子湯洞兩處 多龍, 你聽到了 你馬上帶人去把反賊抗弄 走 多龍這次去 未必一定能把反賊抗弄 可是我們知道反賊的落腳點 將來一定能把他們抗弄 小貴子 你跟朕去慈寧宮見太后 見太后 你殺了太后派去的太監 你不是說太后怪罪於你的嗎 你跟我一起去 我跟太后說是朕的意思 那你就能保住你的頸上的頭 原來是皇帝吩咐你這樣做的 是啊, 太后 其實一切都是朕的意思 小貴子她只不過是怕功敗成 才會這樣做 希望太后你不要怪罪於她 既然現在查出 主謀是雲南木家的人 小貴子, 你又立下大功了 會太后 一切都是皇上的了事如臣 奴才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皇上的吩咐 小貴子, 你這麼喜歡玩 難道又是皇上他吩咐你這樣做的 是呀 對了, 小貴子 你這麼喜歡四周玩耍 最近你有沒有去天橋那裡 買冰糖葫蘆吃 會太后 最近天橋那裡不是太平了 九門提督派人把冰糖葫蘆的人 全部拉回來 賣孫祖, 賣孫祖, 賣燒餅 其中有些人才認得 我聽到有人說 說去甚麼五台山六台山那裡 買些和蔣吃的素饅頭回來賣 皇帝, 小貴子辦事能幹 人又聰乖伶俐 我真的很想留他在我身邊 服侍我 不知道你認為怎麼樣 怎麼樣, 皇帝 好, 小貴子 太后抬舉你了 還快點謝恩 是, 謝太后恩典 謝皇上恩典 以後御膳房的事 你不用再管了 就留在慈玲宮這裡服侍我吧 對了, 小貴子 皇帝, 以後你留在這裡好好服侍太后 是, 皇上 太后, 如果沒有其他吩咐 臣以先行告退 好, 你出去吧 小貴子 是 我有事吩咐你, 你留在這裡 小貴子 是 剛才你說在五海山買賣饅頭的人 他會甚麼時候回來京城 盧才不知道 盧才約了一個月後見面 他在哪裡見你 他說...他到時候會通知我了吧 那好吧 那你就留在慈玲宮這裡等他通知你吧 柳兒 是 奴婢在 太后有甚麼吩咐呢 小貴子辦事能幹 人又聰明伶俐 最可惜的 就是他很喜歡四周走 不知道有甚麼辦法 可以讓他乖乖地不要四周走呢 奴婢認為把他的腳斬下來 那他以後不可以亂闖亂走 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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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主 我就把你的腳斬下來 看看你的腳有多香 太后, 如果你斬了我的腳 我怎麼會找報信的人呢 我就派人抬你去拿 好, 你斬吧 誰知道你斬了我的頭 穿了這一卷 但你永遠看不到四十二章經 你說甚麼 縮腳 扶我起來 四十二章經 誰跟你說四十二章經的事 我現在又不想說了 你快點說 我說就死不說就死了 我怎麼又告訴你 你說得出來, 我就不殺你 你不是一鬼吃豆腐嗎 你說得出來也不算數 我要你一輩子看不到四十二章經 讓你恨不足一輩子 好, 你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柳燕 是, 幫我畫了你的眼珠 不要 我說, 我說, 我肚子 快點說 我縮手, 你是會畫眼 怎麼會畫眼珠 怎麼突然這麼矇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走出街 人的身材, 但你穿了頭 是嗎?我就揮你左眼 看看你還看得到甚麼 你畫了我的左眼, 我怎麼找四十二章經 你說的四十二章經是怎樣的 紅色面, 想搭邊是不是 誰給你的 是瑞芙總管給我的 瑞芙總管說皇宮很多壞人 所以叫我先收起來 如果有人害我 讓我害我的人永遠看不到這本經書 柳燕 是, 你跟他拿那本經書回來 如果那本經書是真的 你就放他回皇帝身邊 不過你要小心, 別聽他胡亂說話 知道, 走吧 你幹甚麼出來 本經書在床下看 好, 快拿本經書出來 糟了, 有老鼠 本經書被老鼠咬爛了 老鼠咬爛了 你還替我殺花樣? 你想殺我, 我就殺了你 小姐 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我傷口爆了 謝謝你救我 這個人是甚麼人?這麼兇 你是太后心意的人 不行, 如果太后見他這麼久沒回去 一定會派人再殺我們 你換了太后的衣服, 我帶去出宮 你行不行 我支持得住 小心 我換了 了 走 你們兩個行不行? 太后的人快到了 行了, 小笨主, 我… 行了, 我來, 快點 小笨主, 住手 快點, 你們兩個真麻煩 小笨主, 你是長酒廊嗎? 你這麼大聲說話想死嗎? 現在宮門關了, 要等到天罐才能走 這裡平時沒甚麼人來 我們就在這裡過一晚了 來, 去那邊坐 師姐, 你那邊好像亂了 不如我再幫你倒一會兒吧 好 我的警察呢? 當然是剛才換心的錢留下了 甚麼警察?很值錢嗎? 我出去買十支八支給你 不是呀, 是劉師哥送給師姐的定情信物 算了, 任由他了, 也不要緊 好人做到底 我靜靜去拿給他 讓他一輩子寄我 我們今晚去過一晚, 我出去找點東西吃 你別走, 別這麼大聲說話 桂大哥 不是呀, 你快點回來 我跟師姐很害怕 我一定吃過 來這裡 你怎麼做這枝死人爛鬼餐 當是寶 好 這個死人太后常常想殺我 好, 那我蘸些花絲粉在皮朱腳那裡 把你的手拿走 他拿不到你, 嚇你半死也好 我沒有碰到傷口, 稍後再加你一兩刀 你死了 想殺我嗎?你未知為小寶神功 這次還不死嗎 放在門口就行了 要不定進去 柳燕去了很久了, 為甚麼還沒回來呢 看來他們出了意外 你未知這個小鬼這麼狡猾 為甚麼還讓柳燕一個人跟他去 柳燕的... 不是吧, 這麼漂亮的甲蠻宮女 你跟黃宮的人傻的 人又這麼聰明 或許可能那本經書放得遠過頭 所以要長一點時間呢 他如果真是拿到一本經書猶著吧 否則... 你明知道我盡力了 我一走出來 又有宮女又有太監跟著 我搭了磁陵宮半步 一群人這樣圍著我 你說了, 我可以做些甚麼 你不可以等沒有人的時候 才去拿經書嗎? 再不是通知我先 讓我自己一個人押去拿經書 行不行? 我怎麼敢勞你的大嫁 你明知道你的身份是不可以洩露的 你不用在這裡諸多解釋了 我知道你怕我搶你的功勞 好嗎? 我怎麼會怕你搶我的功勞呢 捱也是這樣, 不捱也是這樣 我只不過想多捱幾年 那就算了吧 我不等, 我自己過去 慢著, 你等我吧 你還說不是怕我搶你的功勞? 都說不是 如果我們兩個人一起去 萬一有甚麼事發生的時候 大家可以互相照應嘛 你等我一會兒吧 你等我一會兒吧 幫你走 我走 我讓你自己去找我 我看你 我給你一會兒 我走 你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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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老乾婆 還有三本四十二章經的? 好, 要來一招順手牽羊 氣死老乾婆才行 你這次不死 來, 死… 原來那個賊公女 還不喜歡找四十二章經 還不走? 待會兒老乾人回來 要我陪葬, 你真是大面子 一定是柳燕這個字 偷了一篇經書走 你叫柳燕去拿經書? 當然, 如果她不是去拿經書 那豈不是去哪裡? 我怎麼知道你做過甚麼? 說不定你已經把她殺了 你是我的師兄 怎麼能說出這種話? 況且柳燕是我師妹 我怎麼會這樣做? 你蘇萊藏事心狠手難 你甚麼做不出來? 糟了, 有人偷經書 那是女人的腳 我認得那雙鞋是柳燕的 柳燕被人殺了 證明我沒說錯了 你說甚麼? 這個暗格是你一個人知道的 如果你沒有殺柳燕 為甚麼我有女人腳在這裡? 你這個時候還說甚麼? 我看怕偷經書的人 一定不是走得很遠的, 我們追 不必了, 我猜這個人還在這裡 其實整件事 都是你一個人在搞鬼 有人 不是吧?這麼聽到 師妹 等一下, 是不是… 不能不能不能公 武功想跑得多難嗎? 嘛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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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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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